为家居户型,望文问切,为人居和谐,天专家网 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网友发过来的户型图 他希望依老师帮他分析一下户型的优缺点 同时如何更好的装修和布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户型图 这个户型的优点 第一,户型比较方正 缺角方面比较小 在我们的永远之内,符合天专家地方的原则 第二,户主选择的楼层是在中高层 而且前面没有任何的遮挡建筑物 视野开阔,通透性好 可以两面采光 第三,双厅联通 正南方向有个扩景大阳台 主卧也是超难的 有个大面积的飘窗 客厅和主卧采光性良好 而且每个房间都有采光 采光性好 通风性好的房子 住起来肯定比较舒适 家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比较好 第四,户型的公司区域分明 动静区的设计格局比较合理 客厅、餐厅、厨房都是靠近大门的地方为动区 主卧、次卧、洗手间等等都在里面为进区 即使客人来访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也是互不干扰 这是一个互形的亮点 第五,客厅和餐厅相连 面积比较大 可以接待一定数量的客人 代表主人比较热情好客 有工作能力 人员方面也会比较好 第六,厨房和卫生间的窗户都有 这样的设计也很合理 有利于乌气和油烟的排放 这叫做明厨、明测 缺点方面也是有它 也是不得不说的 看房子就像看中医一样 望、闻、问、窃 就是要找出房子的并根 而这个房子的缺点 我们来看 第一,幕户门和阳台形成直冲 气流穿堂而过为不利 最好能将电视场沙发调换一个方向和位置 然后在这里做一个隔断玄关 这样会更加合理 起到长风聚气的作用 第二,厨房和卫生间共用一面墙 厨房是我们提供饮食的墙所 而卫生间是排屋之所 是房间最肮脏的地方 厨房受到卫生间 污秽之气的影响 家人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的 在遇到这种水火相冲的格局的时候 装修商就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了 比如说可以这样来改造 把东边的推拉门封闭成为石墙 然后把燃气炉和抽油烟机放在东边 这样就避免了炉灶和卫生间共用一面墙了 厨房的门口朝南开 封闭了这面墙 可以作为储柜储备柜 空间更为实用 更重要的 避免了路过门一打开就见到罩 古人有进门见罩 钱财序号的说法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软装搭配方面 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房子 在装修过程中 客厅应该采用宁静清雅的色调 不宜太鲜艳 装修色可以用白色米色为主 灰色为辅 客厅放置的沙发 东边和东南边为宜 东边放置一个舒服的大沙发 是个结扎的摆设方案 正南方是四卧和客厅相连的 一个扩敬大阳台 在九宫飞行中是八八同工 双星聚会 可以多种植红花植物 让室内充满生气 美化视觉效果 主卧在西南 西南为坤代表女主人 所以这个主卧气流要稳定缓慢 不要开太大的落地窗 也不要全景飘窗 颜色方面结合主人的五行 可以多用黄色棕色等俗土的颜色 再搭配暖色系的玫瑰色等等 对婚姻爱情有维持稳定的助力 使得夫妻同行 好的 这个户型图就分析到这里 为家居户型望闻问切 为人居和谐天专家丸 我是易老师 关注家居装修布局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